全球缺星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六 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科技产品变得越来越难买了 不管是手机还是PS5一直在缺货 电视呢,它厂商就一直在说要起价 那汽车厂商也纷纷不由同的宣布即将停产 或者是减产,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影响这些大厂商的都是这些产品中小小小小的芯片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缺星以及缺星背后的一些故事吧 说到为什么会缺星呢 主要还是要从2020年的疫情爆发开始说起 在这个期间呢,很多工厂的生产都变得困难 但偏偏在这个结果眼上就是大家一直要待在家 不管你是在家工作还是在家没事做都好 都会对科技产品的需求大幅度的提升 以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来说 Nintendo Street就是因为当时疫情需求太高了 导致它一度供不应求 造成了市面上有很多黄牛架的现象出现 那再来就是大家在家工作一定要用到的电脑来说的话呢 电脑在2020年的出货量成长高达13.1% 是过去10年来的新高 除此之外呢,在疫情之后对汽车的需求越来越高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主要是在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当时疫情相当的严重 那汽车厂商做出的反应就是把产量下调了40%左右 仔细想一想咧,这其实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啦 毕竟那个时候大家都宅在家都不出门 自然就不会有人想要买车 那相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于芯片工信商的这个订单也就减少了 结果呢在2020年第三季度他们开始发现 汽车的销量虽然有轻微的下滑 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严重 一直等到第四季度才是麻烦大的时候 车子的订单不断的进来 市场对汽车的需求跟销量不断的飙升 是很多芯片厂商没有办法预测的 而偏偏汽车的芯片从生产到交货 需要整整26周的时间 那在没有办法事先做准备的情况下 汽车芯片的供应自然而然就会不够啦 然而汽车的缺心只是第一步 芯片厂商为了应付汽车方面的供应需求 把产能都转向了生产汽车芯片上 这就导致了其他的产品 比方说平板啊手机啊 这方面的芯片产能就开始不够了 就很像前面刚刚有说到的 芯片生产的周期一般上都很长 那这就导致要复苏过来的时间 也会非常非常的长 那具体来说到底要多久呢 那以各方说法来说 汽车厂商的缺心局面可能要维持6个月左右 而台积电的CEO魏哲嘉这边则表示 全球各行业的这个缺心局面 可能要维持到2022年 导致今天全球出现缺心的局面 除了刚刚提到的汽车芯片以外 还有气候方面的因素 Samsung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一个工厂 就因为气候的关系导致大面积的停电 停工超过一个月 那这里就影响了1700万部手机的生产 进而导致了Samsung Note系列 很有可能不会在今年发布新的手机 在一辆汽车一台电脑或者一部手机里面 芯片只是占了一个小小体积的一个部件 却已经是现在最重要的零件之一了 在这个什么东西都要智能化的时代里 我们都需要芯片来进行精密和复杂的运算 以一个灯泡来说 在过去我们只需要无私电线 然后通一个电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灯泡可以自动调节亮度 可以用APP来操作甚至是语音控制 这一些操作都少不了芯片的加持 更不用说我们的手机 或者是汽车里面各种导航 或者是先进的一些检测系统 芯片也称为IC 也就是integrated circuit 它是由一个或者是多个机身电路组成的物品 主要的材料是吸这种半导体材料 它的特性就是在一般纯净的状态下是不导电的 只是透过掺杂了一些材料进去的话 它就会发生导电的现象 那半导体材料这种可以控制导电不导电的情况 就非常适合用来运行以0或1为主的程式语言 也因此就会用在我们的科技产品中啦 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说说芯片的生产过程 主要分为设计、制作跟封装三大流程 那首先呢厂商就会设计出芯片所需的电路图结构 这就相当于一栋房子所需要的这个设计图 就算你有再好的功能 少了设计图就没有办法做出芯片 在这个方面呢 Intel、高通和联发科就是知名的芯片设计厂商啦 有了设计图我们就需要地基 也就是所谓的硅晶圆 那这个硅晶圆呢 其实是从沙子提炼出来的二氧化硅 再经过多重的提纯 至11n的高纯度硅 那这些高纯度硅 制作成硅棒 再切割成硅片 再透过抛光变成圆盘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硅晶圆啦 有了电路设计图 有了硅晶圆片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把这些电路图给刻在硅晶圆片上啦 那这里就少不了光刻跟实刻这两个步骤 首先呢我们要在硅晶圆片上涂上一层光刻胶 再用光刻机透过光照 把电路设计图给刻印在我们的硅晶圆片上 再来呢就是用实刻机把不要的部分给去掉 就会形成我们所需要的电路图了 那这里我就用雕刻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好让大家有一个更明确的概念 比方说我们要雕刻一颗苹果 那光刻机的作用呢 就相当于在木头上画出一个苹果的图案 而实刻机的作用就相当于用刻刀 把你不要的部分给去掉 就留下了我们想要的一颗苹果 最后经过测试切割和封装 就会形成我们运用在汽车 电脑或者是手机里面的芯片啦 其实上面的这些步骤 我已经是非常简化的带过了 实际上生产一块芯片 所需要的工艺程序有上千道 牵涉的行业也非常的多 一块芯片的生产线 可以有几十个行业参与其中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芯片 就已经牵涉到非常多的人事物 这个芯片它的内部构造 和它的这个生产线都一样非常的复杂 哪怕是一个环节出问题 都会影响所有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汽车缺心 就会牵动到全球各行各业的大规模缺心 说到底芯片的需求这么高 其实凸显了我们人类社会 对于智能生活的一个追求 那无论是AI 大数据 还是智能家居的基础 都离不开芯片 它是我们在数位时代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部件 以车子举例 过去车子比拼 可能是马力 引擎 或者是油耗 但在未来我们车子比拼的 可能就是芯片了 也有人将芯片比喻为数字时代的石油 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生动 那我们可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到芯片的重要性 也可以明白如今国际局势上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花了那么多的心力在芯片上面 对于芯片的未来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方向 除了刚刚讲到的汽车、电脑和手机这些科技产品以外 Elon Max的神经科技 以及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 就在尝试将人脑连接到电脑上 前阵子他们还成功将芯片植入在猪的脑袋中 用来读取他们的脑电波 这些很科幻的东西 好像我们在Goshin The Shell 或者是Carbon这些科幻影剧 才看得到的发展 Elon Max已经在做了 那除此之外 他的野心还不仅仅是这样 他还计划将人的记忆 储存在电脑里面 让记忆很像电脑文件一样 可以上传又下载 这些看起来很天方夜谭的技术 恐怕也离不开芯片 所以芯片在未来 究竟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我相信结果往往会超出你我的想象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喜欢的朋友不妨点赞还有分享 那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分享 让我们一起讨论 也让我们一起距离科技生活更近一点 我是R6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